三萬五土地到哪裏 公共財政如何安排 這些都是需要講清楚 講清楚之後 一方面對梁先生的支持者 社會的基層 年輕人來說會很高興 亦都會安定得到 大財團他們的心 這件事是非常敏感 正正也是溫總所講 如何平衡兩方面的利益 他應該要做好這件事 我的觀察就是誇張一點 其實這個是大有政黨輪替 的講版是什麼 是管治班子輪替 在這裏 變局已經存在著 有客觀的 有政治現實都存在著 但問題能夠帶出一系列 有實效的東西 這個就是除了是政綱 或者承諾之外 都要看具體去到具體問題的時候 究竟一能不能坐到關 如果牽涉到立法 牽涉到財政預算的 等等 你就要看立法會的組成 如果沒有的 那個邊際的效用 就比較小了 所以看一下 因為目前 我們前幾節講到 財團這個問題 怎麼動它呢 如果你要有一個動大的手術 你必然是動它們 動它們 那就麻煩了 在於你政治角力之外 你議會通不通得過你呢 通不通過你的修訂呢 或者社會大眾 有沒有多的支持呢 因為這個 我們講的 處理財富分配不關 或者樓市問題 我們講的容易 但去到具體的時候 你帶有一個 勢力的利益重生 洗牌的時候 那裡才見真章 是 剛才我們也看到 在當選的記者會上 他也有提到 未來的組班的問題 主要會有三個方向 第一就是現有管治團隊 另外有公務員 以及會吸入一些社會人士 這一方面 大家可能有很多懸念 究竟會有些什麼人 會新的人 全新的人入政府 因為這些在座都是社會人士 都可以入班子 我的重點不在於它吸收什麼人 任何你吸收下去的人 都是看過頭的 即是等於曾蔭權 他下面也曾經 找過不同的人來做局長 董建華那時候 都找不同的人來做局長 到最後看頭是怎樣的 所以梁振英現在這樣 我不是太著緊 他找什麼班子 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 哪些放是重點 我想現在看勢頭 經濟工作 首先都是重點來的 即使有人問到他23條等等 我覺得他不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因為如果在未坐穩的時候 拿出來他會自殺 是吧 至於你說政治上他會想的 就是因為他五年之後 他要想如何連任 所以他一定會想政制 富士 有人說 他這句話講早了 即是你這任你都未做 你就打算五年之後連任 即是你未來五年 你所有的施政 你都要為連任去鋪路 那你為連任鋪路 你就一定要照顧基層 你要取選票 你在基層和財團之間的矛盾 各方面的平衡 很多事情你就很難去著目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從總中宿跡象 他首先就是要照顧 或者處理好和大財團 尤其是跟他不對 或者反對他 跟他感情不太近的 那些財團的關係 他一定會處理 尤其是優先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 不止房地產 是全港各行各業 因為大財團 都有他的龍頭 以及他的龍頭業務 這些業務 現在差不多是橫跨 很多不同的界別的 所以梁振英 這個他不處理 是會構成他未來的 那個施政裏面的很大困難 即是他最大的難題 就是為了去連任 去定他的政策 因為你去所有平衡 所有階層是最難的 如果你傾齊這方面 是容易的 現在先不要說連任 你先說穩住陣腳 其實是幾件事 一 就是你這個三司是甚麼人 有沒有些能人 這個很重要 剛才來討論過 第二就是那個 房屋和獨立土地政策 第三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公務員的團體 其實今天公務員幾個團體 已經主動放了一個訊息 就是說 會支持梁先生 那梁先生應該盡快 就找公務員團體談一談 因為在他的政綱裡面 其實他很簡單的公務員那裡 就是兩點 或者什麼定 撐 伙伴關係 其實都幾虛下 他應該和公務員團體來說 盡快說清楚 我們怎樣倚重你們 特別是前線公務員 面對這麼多的各種的 就是社會的壓力 公眾的壓力 政府會有些甚麼的政策 在公務員政策裡面出台 是會支援你前線的 那一說之下 我想整個公務員隊伍就會定很多 因為他們有很多憂慮 之前在西九事件 其實他們都覺得梁振英 好像是批評政府 流些資料出來 可以和公務員有關 西九那裡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些政務官就很擔心梁先生 所以西九那裡來講 要逼一逼梁先生 讓他有些壓力 讓他甚至令到他 那個損失的機會不是那麼大 這種陰謀的理論來講 反了公務員的擔心 那時候就是最重要 老實說是頂爺 就是政府的頂爺 你說即使是有班官員 想放這些東西出來 如果現任政府的頂爺 就是曾蔡英權 他的傾向都很重要 你猜真的下面的官員說 透過這樣的西九去 向梁振英施加一些壓力 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就不單單有一個技術層面 是一個政治層面來看這些問題 那我們要開始總結了 因為未來五年 會否預計會有很大變化 跟過去五年是很不同的 會有什麼好的發展 水晶球我就不會看 但我就覺得 剛才所說的那些 要處理經濟之外 其實我覺得 香港現在回歸之後 港人治港 我們不得不承認 我們是未具備充足條件去自治 我覺得我們要坦誠面對 因為我們要坦誠這個 沒有自治的能力 或者未足的時候 我們先直認問題在哪裏 我們先做一些 叫做制度的建設 讓這個 我們說是港人治港 或者是讓我們的高度自治 真是有一個實質的基礎 現在我們說 我們常常抱怨合 我們不夠政治領導 不夠政治人才 但問題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沒有從事這方面培育 或者培訓 以至到有個階梯 去可以從政 如果你問一下 現在所有社會的父母 你讓不讓你的子女去從政 可能會說 哇 損上又風光 四年後五年又損下來 沒有工做的 掃街 整個社會離慢住的應該很矛盾 一方面我們又要有一個良好的管治 但另一方面 我們抱怨沒有政治人才 但我們的社會沒有面對這件事 就以為AO可以治港 商人可以治港 公務員更加可以治港 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們私為沒有準備 剛才你提到 未來五年做到怎樣 我反過來 覺得社會自己 或者老百姓自己本身 群體之間 要先做好準備 不是看政府做什麼準備 如果自己本身 社會的層面 所謂公民社會的層面 沒有做好準備 政府推出什麼政策 現在公民社會的抗命 公民社會的回應 其實很散修修 所以現在大家的焦點 放下去 梁振英上台 會不會政治 所謂四大任務 我覺得如果大家做好自己的準備 公民社會盡量透明 盡量是形成社會的主流共識 你有四大任務 未必能行通 所以自己做好自己的準備 都是很重要的 我會有個活企 給梁先生 延纜唐先生 重新掌握扶貧品委員會 繼續做關愛基金的主持 這樣的話 就真的只有一個香港營 也可以充分調動唐先生的積極性 釋除兒女 肯定找到他來做之後 潛建的問題來說 大家都會有一個正面的看法 跟著別人又批評他 這是政治性決定 不過各種可能性都有的 多謝各位嘉賓 和你一起分析選候形勢 一起期待香港未來的五年會更加好 再會